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施虽不到一个月 香港教育界已出现积累变化 令社会各界颇感振奋 参加违法活动的学生数量有所减少 原本多次被质疑包庇纵容黄师 读教材的个别中学 也开始公开劝阻学生参加违法活动 7月17日 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魏彦德又拿施法独领说事 声称英国最高法院是否将继续派出法官 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是香港能否维持司法独立及法治而决定 对此 香港特区司法机构发言人18日回应 目前特区终审法院仅剩一名现任英国法官 并强调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法治乃是香港社会的基石 受到基本法保障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 英国已经派出两名现任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审理案件 英国最高法院的前院长黑尔大法官原定于今年初赶赴香港 但因疫情限制未来 国安法通过后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重生 司法独立和法治是香港社会的基石 一个不来 那在香港任职的另外一个英国派来的法官是谁 在香港法院网查询名字叫韦彦德 一对照片才发现 这不就是李德本人吗 拿着英国工资的同时 又来我们中国老外快 兼任中国香港的法官 李德称 英国最高法院会派两名法官出任香港 终审法院非承认法官 除了处理民事及商业诉讼 还包括人权及言论自由案件 但早前英国法官何希怡退休后 相关空缺并未替补 其本人现是唯一的中院海外非承认法官 并抱怨未获编排审理香港案件 事实上 韦彦德所谓的司法独立受影响的担扰 全国人大主任沈春耀早已于7月1日做出过明确解释 沈春耀称 关于审理有关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 在这次法律中有一定的规定 也是一个制度规则 行政长官从裁判官 区域法院的法官 高等法院原诉讼法庭的法官 上诉法庭的法官 以及终审法院的法官中指定一些法官 负责审理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 在第44条有这样的规定 这对法院法官独立行使审判前没有影响 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对此 内地网友纷纷拍手称快 在该新闻下评论道 哈哈 谢谢你赶快停 香港法治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疫情外国人把持 香港有法治 哈哈 啥 香港法官要英国派 香港是中国的 英国有什么资格派法官过来 把那些羊毛卷全部打包送回英国吧 让英国法院派法官来中国的香港审判中国人 叫做司法独立 英国肯让中国最高法院派法官去伦敦审理英国的案件吗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在英国所有法官必须是英国人 香港已经回归了23年 为什么这种不合理的殖民地行为 还在中国香港发生呢 这说来话就成了 依照香港现有的制度 除了中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两个首席法官 必须是在外国无居留史的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其他法官都可以是外籍人士 现在的香港 只要在英美法系国家有过一定的司法经验 并且通晓英文 再经过一个以现任法官为主的独立委员会推荐 就可以成为香港的法官 因此大量的外国人在香港司法部工作 香港法院因此还被西方美誉为世界上最国际化的本地法院 这个国际化是包是贬各位小伙伴自己体会 为何香港的司法机构会出现这么多外国人 这些背后到底有哪些历史原因呢 1841年 进驻香港的英国人发现 均是岭南的香港居民 因为远离中央帝国的管制 根本就难以采取法治管理 所以当时英国需要规范人们行为 都需要借助宗族长老的力量 但是这种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的治理制度 很显然和英国人希望的法治背道而驰 于是英国一方面大量从国内输入法律人才 另一方面则对当人进行教化 实际上在英国占据香港早期 一方面因为香港本人的人才凋零 另一方面也因为尚未建立其有效的制度 所以实行基本上是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 后来随着香港社会的不断发展 才开始了正常的殖民统治 不过因为美国的前车之鉴 英国不愿将司法权让出 为了达到长期控制香港人的目的 香港的法官基本上都是英国人担任 在英国占领香港达一个多世纪之后的1969年 才由香港大学开办法律学系 但是其培养的学生依旧以英籍和英联邦籍为主 不过香港本土倒也出现了些许学子 开始进入到法律行业当中 到了70年代 香港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已经蓬勃发展 成为了亚洲地区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这一段时间不知处于何种缘故 英国在香港重启了公务员本土化的行动 法律界也在这次行动中受益 尤其是在首席大法官视觉试任期内 这位英国老法官很重视华人法官的培养 在全港75名法官 裁判官中启用了16位华人 然而这种景象昙花一现 很多港医政府就将这种趋势进行了逆转 而给出的理由则是华人法官的公信力不够 能力水平有限不利于国际化等等 虽然当时的华人界极为愤怒 但是面对英国政府却无何奈何 其实这些不过是托词 最根本的原因是此时中医已经关于香港的回归 及地位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 在谈判桌上 没有讨得好处的英国政府不甘心失去对香港的控制权 便以香港本土缺乏法律精英 而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其人才不胜于香港 所以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 应该继续聘用外籍法律人士 而这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制度的实行 当时从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上来看 这种提法似乎并无问题 而港英政府则迅速通过香港回归前的一系列操作 将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大量排挤出司法机构 使得香港司法机构在三股分立的名义下 成为了不受香港政府管制的独立王国 无论人才的引进录用还是其他 全都是司法机构自己说了算 就这样 据不完全统计 八十年代末香港司法机构内的高级职位 有90%都是由外国人担当 在前一段时间 香港法院的网站公布的法官名单 虽然名单上没有显示国籍 但至少英文姓名是公开的 从网页上看 地位最高的中级法院中 22位法官中有18位是欧洲姓氏 次与极大高能法院 35位法官中也有13位是欧洲姓氏 香港法院也借此荣因 世界上最国际化的本地法院 外国法官比例最高 本国法官比例最低 不用说 他的独立性更是完美无缺 独立到除了领工之外 跟本地政府一点关系没有 新国有计划的买雷 等到1997年前夕 这些外国法官在司法系统内的地位 已经到了如果改变 就将严重影响香港法律制度的程度 所以回归之后 为保证社会稳定 特区政府也就只能继续沿用港英时代留下的外籍法官 其实香港已经有一大批中国籍法律人才 可香港回归后 由于教育媒体 司法系统均被港势力所影响 造成香港社会一种偏见 对外籍法官的信任度高于中国籍的法官 所以导致一有外籍法官退休 就迅速再聘一个补上 而且对于西方势力来说 外籍法官的存在可能对其在香港的渗透破坏形成保护 他们可以打着司法独立国际化的幌子 暗地里还在沿袭着港英时期的某些殖民地的司法制度 能不能改变主要看决心 同为一国两制的澳门 2018年 其立法会就一致性通过修改司法组织网要法 法案 凡涉及国家安全 国家主权的案件 一律不得由外籍法官和双重国籍法官审判 反观港乱中 那些港高院的英国法官 不仅掌控着决定权 还屡屡做出逆大局的决定 这港不乱才怪 现在可倒好 英法院居然还威胁不向香港派法官 真是让人一下失语 难道英国还以为这派法官是一种恩赐吗 这是什么逻辑 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英国 是谁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看看港乱四人帮的职业背景 大概就清楚样了 没有这些赤裂爬外祸国殃民的贼子的内部作乱 哪会有英国威胁不派港法官 这样华天下之大吉的怪事呢 这只能反映出港乱根源之深之重 香港之前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 所以造成了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现在有了香港国安法 国安案件审理法官需行政长官任命 虽然没有文明说不许外籍法官审理 但是已经公布的国安法官均为中国籍法官 这或许也是其司法制度改变的第一步 其实小伙伴们不必为理得的言论有所不满 反过来想 他的所作所为 不正是在为香港社会去殖民化 做铺垫吗 实施了国安法之后 新的外国法官不来 老得慢慢就到期退休了 再不是死在任上也行 只要不再聘强 就能轻轻松松地把这些殖民时机留下来的外国人排除体制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